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行赛制只有一队 有两个名额 能晋级下周总决赛 英国它是古代的一种装饰品 它是用宝石串成的 中国有国画 然后它是鸟在水 双方队员背水一战 毫无退路 我们看一下哪一个能够留到最后 吉小宁 从类主宝座跌落 能否卷土重来 还是最终大热倒造 甚至无法进入总决赛争夺 好 我们看一下大教杂 最稳行生李佳洁 吕霍专家奉扬 他能否带领绿队 走到最后 状态大热李超凡 最狠输出刘家森 莫不转惊朱百安 乘风破浪张玉珠 到底哪几位会直播于此 无缘决散舞台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客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 名师有大招 解题更高效 作业帮直播客 神奇的汉字 下节更精彩 作业帮直播客 神奇的汉字 现在继续 这里是由作业帮直播客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 名师有大招 解题更高效 作业帮直播客独家冠名播出的神奇的汉字 第二季 名师有大招 解题更高效 作业帮累计用户超8亿 我是何炯 欢迎我们的两位队长 我们的陈学东 大家好 我是陈学东 和我们第二季重新回归的我们的彭玉畅 大家好 我是彭玉畅 支持疯犬少年的天空 宣传了真的半年的作品 在刚才的这个备战时刻是 成队获胜了 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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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开心的吗 我们先请出两队的队员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成队的三位队员 欢迎他们 有请成队队员 朱百安 大家好 我是让各位对我目不穿 赞金的朱百安 李超凡 大家好 我是会被经常提问 奇怪问题的博物馆讲解员 李超凡 几项宁 大家好 我是越错越勇 不服来战的实力派 几项宁 好 接下来是绿队的三位队员 欢迎他们 有请绿队队员 李佳杰 一日不作诗 心缘如废景 大家好 我是为你写诗的李佳杰 张玉珠 一直被汉子伤害 但从未放弃比赛 大家好 我是神奇的女汉子张玉珠 刘佳森 大家好 我是温良公俭但不让的刘佳森 好的 欢迎三位 两队应该都有口号吧 有 好 我们先听一下绿队来打个样好不好 绿队 我们的队伍是 小跳蛙队 小什么 小跳蛙 这么可爱的吗 我们的口号是 小跳蛙 顶呱呱 何老师 真紧 神奇的汉子幼儿园版吗 好 下面成队拿出点大人的这个风格 好不好 成年的味道 来 我们队伍的名字叫 蓬城万里 对 我们队的口号是 蓬城万里 一飞冲煙 九霄折惠 金银河 这边过于幼稚 这边又毫无章法 好 我们本期呢 我们的两位专家 丽波老师和汪蕾老师 也会在背转间来观看我们的一举动 同时我们其他的汉子新生呢 也在茶话室跟我们一起把茶言欢 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比赛 第一题呢 是成语题 成语题 三位艺人将看到一个成语 他们各自写下跟这个成语相关的一个提示字 双方根据这三个提示字才成语 其实大家已经基本上摸清我和东队的风格了 但是蓬蓬的风格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来 请看这三个提示 太难了 好 蓬蓬写的是 血 血 请注意我刚才的读法 蓬蓬写的那个读法 我写的是梅 然后我们东东写的是街 这几个字有关系吗 梅应该是黑色的 你不能跟这几个字的关系 梅是用来烧的 梅是用来取暖的 取暖的 嗯 肯定跟东有关 东什么 这大家的脑细胞都在燃烧啊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好像有人能写对了 来看一下 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 然后加森满脸的茫然 好 这边两拳齐美写 踏雪寻眉 这里面有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雪中送炭 祝贺绿队 雪中送炭 这个接你要解释一下吗 送给你 你就接着呗 就能怎么的呢 这就是陈老师的脑洞 所以猜成语就是不看陈老师那个字来猜就好了 最好是不看 最好还是看中间的 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 知道打击就很妙 看的时候你是不是猜不出来 好 成队灭掉一盏灯 第二个成语题来了 好 来看一下大家写的这个提示 从我写的一 我写的密 然后东东写的有 这里面有谐音梗 有联想梗 有反译梗 好 因为没说 很明了了 这个答案 太明了了 我们的清清楚楚的 好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天衣无缝 无法无天 天 黄袍家 亦无事 向您 几乎没有在做答这一轮 这里面有一个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天衣无缝 祝贺跟我们最新联心的林佳杰 祝贺跟我们最新联心的林佳杰 你状态不错 你状态不错 不错 佳杰今天状态不错 天衣无缝 成队灭掉一盏灯 如果成队再不能跟我们新联心的话 就要走人了 同队长刚刚还信誓旦旦 我们这组一个人也不走怎么办 已经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到这一步 那说不定他这个题答对了 好 我们正式进入到大家的必答题的阶段 时间到 好 请看双方答案 二 二 三 二 二 请问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二加音 太棒了 你如果体会这个诗意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吧 对 尤其你要知道他的题目写鹦鹉的话 对吧 明代徐位的诗 这写鹦鹉的肯定和声音有关系 佳杰 你觉得你是咋想的 可能是因为郭德纲的相声听多了吧 郭德纲的相声听多了吧 这里面还有追星的心思 谁来跟我讲讲为什么是佳音 他出自那个《武色鹦鹦》 《黄鹦鹦》《武军士圣训》的那一首诗 就是这个 他说的是 对 就是之前本科的时候我有看过 但是这个他就是这么一句就是 这个侍儿就是侍女不用去把这个红豆抛出去 去寻觅这种这个情缘 那么自然会有这种缘分到的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最终就是选了佳音 好 谢谢 好 来 本来还有点明白 更糊涂了 好 我们很遗憾要灭掉绿队的一盏灯 下一题 请问下列成语中有哪几个包含人名 一 赛翁诗马 二 小家碧玉 三 夜郎自大 四 没守成规 五 弄玉吹消 这是一个多选题 请回答 时间到 请看大家的答案 二 四 五 一 四 二 四 五 一 三 四 二 四 五 二 四 五 好 有两个人跟大家不一样 一个是玉琢 一个是白恩 对 玉琢 你选一 四的原因 赛翁诗马 我觉得赛翁应该是一个老人的名字 然后 没守成规就是莫子 好 就是莫子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 然后 三 中间有个新的答案 就是夜郎自大 夜郎是个国 但是我刚才又脑子混了 困了 你是不是因为刚才自己解释了一番 把自己也解释困了 是不是 我们大家都正做一下好不好 那么正确答案应该是 正确答案是 二 四 五 小家碧玉 没守成规和弄欲吹消 成队现在有要淘汰 他们不是有棋吗 对 他们有棋 但棋一般都会留在 特别重要的地方用 赛翁啊 这个是个迷惑的指令 可能会觉得赛翁也是个 因为他觉得是个人物 所以他可能就选了 对 小家碧玉里面的人名是哪一个 碧玉小家女来下辱阳王 这个是南朝宋岳 弄欲是秦王的女儿 她的丈夫叫萧史 然后他们就是弄欲吹萧 是形容他们俩的一个典故 好 好 那么这边我们 两边都要各灭一盏灯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对 这个时候就行驶了 对 都 人家都没走呢 咱们怎么能先走呢 那个东队你要跟他介绍一下 其实这里面有两种玩法 一个是行驶 还有一个呢 一个就是让他们走 赶紧走 赶紧走 人越少扣的分越少 人越少 错误的几率越少 全是有经验 人家都举了 完全真是 东队这一块是说真心的 东队这一块是说真心的 祝贺 现在三位都留下来了 现在两边打成了平局 七比七平 而且成队也没有举齐拳了 所以现在是正式平局 开始比赛 真正的组一起跑现了 现在是 下一题 哪吒之魔童将士 在海外上映 其口诀 积极如律令 的翻译引起热议 请问 这句话最初 是出现在什么上的呢 一 药方 二 公文 三 乐器 四 经书 积极如律令 一种叫网友给我发音 发死的发死的 请回答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只有超凡跟大家不一样 因为大家都是写的二 我想问一下超凡 你为什么觉得是药方 这个题它特别像我之前读过的一个就是敦煌文献里面的就是几个字 然后我就有在想好像是一个药方 就确实这个是支持弄混了即差了 你觉得是大家是对的你是不对的对吗 不对啊 有可能是我对了 是不是啊 好的 那么正确的答应该是 正确的答应是 二 公文 白 你再跟我说一下 为什么积极如律是公文上最早出现的呢 因为律令它是它速度最快的妖魔 所以就是写在文书的最后面 表示这个文书相当至着急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传下去 律令是一个鬼的名字是吧 它其实是西州时期一个跑得非常快的人 那个著名的飞毛腿 因为在中国叫积极如律令 如果在希腊就是积极如菲利匹德斯 对 然后这个律令死后成为一个就是跑得非常的鬼 那跑得非常快的鬼 该来的还是来 现在要灭掉成队的一盏灯 同时队长彭胖 你要决定 在他们三个当中 现在要暂时去休息的是谁 太难了 想一想刚刚谁自写的最丑 要扣分的在古代 要不这样吧 就超凡先休息一下吧 先休息一下 没关系 因为这个其实 如果这一队最后能够获胜的话 超凡还是有机会来比拼 加油 加油 好 现在绿队剩下三个成队剩下两位 我们下面继续比拼 下一题 来 请看 小字的家族是根据古诗词进行取名 下图为两处被弄脏的家谱 请根据图片内容写出两句古诗 好了 其实就是这几个人 他们的名字连起来是一首古诗词 那么到底大家能不能还原呢 宇宙在微笑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回答 江山带有才人出 深藏深与名 宁愿深深深举许 这边是江山带有才人出 深藏深与名 好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江山带有才人出 深藏深与名 祝贺 成队两位都答对了 而绿队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要灭掉两盏灯 现在绿队要先休息一位 我剪的完了 绿队也淘汰了 怎么办 你们俩自己石头剪刀布吧 那你们俩石头剪刀布 运气也是其中一部分的实力 好不好 赢的人留下好吗 石头剪刀布 好 那么 赢的人走 加森赢了 赢的留下 继续答题 郁卓稍微休息一下 好嘞 所以我还是想只留下佳 那个佳姐就好了 如果佳森待会答得很好呢 一块走 他们一块走 佳姐一个人有五个选择 留下来的更尴尬 天哪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下一题 双方都只剩两员队员 来 下一题 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 所以最初的姓多为女字旁 请根据提示 正确补权上股八大姓 这个应该不难吧 为什么大家表现都那么拧重 有女字体结尾的姓 因为古代都是母系社会 所以都是从女的大姓 加森你刚刚笔有问题 现在写完了吗 写得很糟糕 我可以 但是基本能看出什么字 好 佳姐也听笔了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回答 姚 第二个是姜是吗 姜对 姜好 姚姜 姜 姓 来 正确答案是 姚 姜 誰 赢 祝贺成队两位都是正确答案 然后我们绿队佳洁的答案 稍微有一点这个问题 第一个和第三个是错的 这个第一个是姚 咱们常说上股三弟姚舜宇 那个舜就叫姚重华 他就姓这个姚 然后第二个是江 江呢是大家都知道江太公 但实际上他是 我们炎皇子孙里边炎帝 也就是神农士的姓氏 是江 然后第三个是四 咱们说姚春雨里边 那个雨 大雨治水的雨 他的名字就叫四文命 他姓这个四 然后第四个是盈 盈不用多说了 就是秦始皇的姓氏 积水城对吧 炎帝 积水江水这个最有名 我们现在百家姓里头 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姓派生出来 很多人认为积水是派第一的 就积姓派第一 但其实积姓派生出来的是 七十多个姓 积阳性你知道派生的多少 多么 一百四十多个 一百一倍吗岂不是 对 好 那么我们绿队 现在要灭掉一盏灯 场上比分目前是四比六 成队继续领先 大家继续加油 下一题 请将以下诗句 与其最初所表达的情感 进行连线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但愿人长久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时间到 来 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有一个是多选项是干扰项 佳杰的回答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选的是商春之情 但愿人长久 选的是兄弟之情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写的是爱子之情 这个答案呢 跟加森的也是一样的 除了这个向宁 向宁的答案不一样 你指人间四月天是夫妻之情 是吧 嗯 你跟大家不一样 你对还是大家对 你现在觉得 随便吧 反正我们也不会淘汰人 哈哈哈哈 什么态度 受不了 哈哈哈哈 什么态度 哎 加森你跟我说说这题吗 主要是那个四月天那个 我其实还真有点拿不准的 就是这四月天 那我就要请百安来解释咯 那我就要请百安来解释咯 百安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四月天是爱子之情 这是林徽英写给他的儿子的 你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 是写给儿子的 所以是爱子之情 哦 你有文化 我终于读书了 你 对啊 你真的是有颜值又有文化 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 我们看一些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天涯何处无芳草 连商春之情 但愿人长久 连兄弟之情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连爱子之情 好 祝贺绿队两位都答对 我们请做一帮直播客的老师们 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天涯何处无芳草 全剧英维 枝上柳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出自于苏氏的蝶恋花春景 这是一首商春之作 表达了苏氏对春光流逝的惋惜 以及为自身的情感 不为人所知而产生的烦恼 大愿人长久 该剧出自苏氏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开头写道 秉晨中秋欢饮达旦 大醉做此片 奸怀自由 所以此诗是苏氏写给自由的 而他的弟弟苏哲就自自由 谢谢作为帮直播客老师的解答 同学们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去作为帮直播客 明师有大招 让解题更加高效 我们灭掉成队的一盏灯 现在场上比分五比四 咬得非常紧 下一题 以下是一些历史人物的介绍 请根据例题 说出他们的现代版 立 变经流域 开封流域 九元是哪儿 江宁是哪儿 狼牙又是哪儿呢 好 向您很早就答完 而且落笔的时候 还有一个漂亮的一回笔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包头 南京 林仪 太原 苏州 济南 佳森 好 这边有江苏 包头 南京 林仪 好 江宁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江宁就是南京 因为现在南京的简称也是宁 佳森你有任何的 关于自己的这个回答 想要表达的吗 没有了 没有是吗 你真的你很棒的就是 你居然也写满了 因为文科生的一个基本素质 就是不会打也要全写满 而且居然你三个 没有一个碰中的 也是真的很棒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包头 南京 林仪 包头 吕布还是有点可爱的 好 现在绿队和成队 各灭一盏灯 现在成队还剩四盏 绿队只剩三盏 又要走一个人留下一个人 这个毫无疑问了 佳检加油吧 队长你不发个言吗 自己都走了 都没轮到我发言 想着你说再走更尴尬 等你 各位请注意 其实虽然现在绿队只剩一人 但是场上的比分咬得非常紧 三比四 我们看下一题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来 下一题 漫画一词最早来自我国 它可以指代一种动物的名字 请问是以下哪种 一 虾 二 鸟 三 鱼 四 鹿 请回答 来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回答 一 二 二 佳检说漫画指的是虾 而白安跟向宁都说漫画指的是鸟 为什么是虾 我不知道这个题 怪不得你的脸上真的写着不知道 很少看到你脸上有这样的表情 你脸上通常写的是你们不知道这样的表情 为什么漫画指的是鸟呢 我觉得又考到我的第二招了 很巧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年画画嘛 然后最早的时候中国有国画 然后呢它是鸟在水面上去捉那个鱼 然后呢它就是东捉一下西捉一下 仿佛就在那个就是漫游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样的一幅画就被称作为漫画 就它的起源 这样的 好 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二 鸟 祝贺成队 曹作之就写过一首诗叫漫画 说漫画父母漫画 何为杀软惠一尺 就是那个水鸟 水鸟 其实要逮鱼的时候 投在那个里头 拨到那个水的样 其实这个鸟就是蹄虎 对 好 绿队现在要灭一盏灯 二比四 不要叹气 一切皆有可能 好吧 下一题 来 请为下列角色名字 选择对应的物品 魏英洛 李魏央 梅如意 怎么这么紧张了呢 绿队要是灭太快 他们两个不淘汰 就看不了巅峰对决了 不会不会 佳杰撑住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回答 五一三 四三二 五三二 所以杰阿杰觉得 樱落指的是项圈 这个樱落它是古代的一种装饰品 它是用宝石串成的 最早是从印度诞生的 在唐代的时候 在中原非常的流行 然后由樱落而产生 刷出了很多后世女性的装饰品 其中就包括项圈 魏央是宫殿 对 魏央宫 对 魏央宫 汉代的魏央宫 然后如意是羊羊挠 对 如意它起源于就是 一开始就是魏晋明式的 经常用的一种羊羊挠 后面才形成了 现在这个常见的摆设 好 如果佳杰是对的的话 这一题就让双方占成了平局 那么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项圈 宫殿 养羊挠 祝贺佳杰 佳杰真气啊 成队灭掉两盏灯 这个时候要请一位队员离开 这么突然 还是你让我们的佳杰走 然后接下来我的这个灯就一直不灭 然后你们答错就灭 好不好 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大宝在黄队走惯了 要不我下去好了 不能让大宝每次就做对了 我也是下去 做错了我也下去 确实他的正确率很高 所以刚才百恩说 不能让那个像您说答对了又走 对 不能这样 好 百恩先休息 但是我觉得百恩已经证明了自己 对 他这两周的进步真是突飞猛进 加油 各位 现在场上来到了绝对的平局 各胜一名队员两盏灯 我们看一下哪一个能够留到最后 大宝加油 大宝加油 来 下一题 请写出清朝皇帝的名字 答对多者得分 赶快写 写诺尔哈赤恐怕不对 他说清朝皇帝 对 诺尔哈赤还是后京 后京 对吧 还不是清朝 陈队长都有点紧张了 我看 对 很少看见东东队长那么紧张过 我都紧张 好 好 时间到 请停笔 好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写的 然后答对的有多少 来 请看 都很多 密密麻麻 本题 三号答对八个 四号答对十个 绿队 好 我们现在要灭掉成队的一盏灯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来 下一题 请写出八败之交 答对多者得分 全是手写踢了现在 这个手写踢 难度越来越大了 时间到 请停笔 我们来看一下 目测是向您写的更多 请宣布 三号答对六个 四号答对三个 祝贺 成队 还紧张了吧 紧张了 太紧张了 未免也 灭掉绿队的一盏灯 双方比分再次咬平 下一题非常之关键 请大家加油 来 下一题 请根据以下古文字形 写出两个名字 提示 是一对好朋友 这个有点难为他们了吧 对 对 夹古文 金文 这个眼神我觉得很棒 佳杰的微笑 好 看一下他们的答案 柏牙子齐 柏牙子齐 回答是否正确 回答正确 漂亮 一个字 对 还是比较好认的 牙那个字特别有意思 牙对 博士大幕 所以我们办法就是说 家里面是老大博众书记 对 博众书记 下一题 加油 请问以下关于名字的描述 哪一项是正确的 一 西施姓西 二 商鞅姓商 三 扁确姓扁 四 嬴政姓盈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一个回答是四 嬴政姓盈 一个回答是一 西施姓西 正确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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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嬴政姓盈 祝贺佳杰 你之前讲过嬴政姓盈啊 姓盈是照啊 西施怎么能姓西呢 还是住在那个村的西半边 那不是要东施跳坪吗 对 我们祝贺佳杰 闯入到了我们这个 下一周的这个总决赛 偷队长的福厉害厉害 没有 那么向您非常的遗憾 在最后一提的时候 没有能够回答正确 那么失去了我们在下一周 继续冲刺的机会 但是我要给向您一个大大的拥抱 很棒 蛮遗憾的 我觉得 那么获胜队的另外两位 郁卓和佳森将回到舞台 进入他们的巅峰对决时刻 他们两个获胜的那位将是第六位 进入到总决赛的新类主 我们请两位上台 本周末为类主抢位赛 获胜队其余两人进入巅峰对决时刻 争夺最后一席总决赛席位 神奇的汉子第二季有一个规律 就是你只要坚持看下去 什么你都能看得到 就像两个绿队的队员 现在在场上进行对决 这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情况 之前他俩在互相让 就说你留下来我留下来 而现在真的只有一个人 能够留下来 还让吧 让吧 当人不让 当人不让 这回真的是不让了 好 来 请看第一题 请问第一本被形容为 一字千金的书叫什么 两位做好准备 请抢打 这个应该是 是加森对不对 第一本被形容为一字千金的书 是吕不韦撰写的 吕氏春秋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以下哪一个是故乡的别称 一姓林 二丧子 三苍灵 二丧子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以下哪个不属于 明朝锦衣卫的工作范畴 一 疏通臭水沟 二 喂养大象 三 铸造武器 疏通臭水沟吧 回答错误 错了 张玉琢 我选三 铸造武器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青青紫金 悠悠我心中的青金 在古代指的是哪一类人 一 新任官员 二 战场将士 三 青年学子 三 青年学子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咒字的不首是什么 应该是 耻 回答错误 刘家森 应该是一横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正确读出以下服饰名称 这个是福头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正确读出下图小吃的名字 伞子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根据下面的古文字形 猜 程世明 沈阳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下列哪个人物用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梁 形容过自己 一 张飞 二 孙悟空 三 包拯 西游记里边的孙悟空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成语一落千丈 最初是形容什么 一 科考成绩 二 作画笔法 三 奏乐琴声 是形容琴声 一落千丈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正确读出这部影视作品名 天机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的三丘指多久 三年 回答错误 冬雨琢 张玉琢 三丘应该指的是九个月 一丘是三个月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大吉大利一词 最初源自哪本名著 一 西游记 二 三国演义 三 水浒传 三国演义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双管旗下中的管 指的是一 笔管 二 枪管 三 管弦 一 笔管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谜语 半轻半子 说的是哪个字 轻半子 素 回答正确 哇 下一题 请问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画用的是谁的名言 一 孔子 二 鲁迅 三 管仲 管仲 回答正确 请问 由玄奘口述 其门徒执笔写的一本 回忆旅途见闻的书 叫什么名字 大唐星御计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以下古文 表示什么字 梅 回答正确 下一题 请问 路由的诗句 大才小用古所探中的才 指的是谁呢 一 九十九位 帐房秀才 二 九十九种 十传绝 绝计 三 九九惩罚口诀表 应该是九九惩罚口诀表 应该是九九惩罚口诀表 回答正确 不 比赛结束 最后比分 三十四比三十一 史上最接近的分数 祝贺加森 祝贺加森 刚刚如果玉卓 如果那一题答对的话 就 赢了 赢了 那已经很棒了 两个人都很棒 恭喜 恭喜玉卓 祝贺加森 恭喜 好 我们现在呢 再一次祝贺加森 还有佳杰两位 双家 请你们登上我们的汉字精英格 祝贺 来 李佳杰和刘佳森 请上 这是第一次两边都是绿队的队员 好 来 祝贺李佳杰和刘佳森 希望下周的比赛当中 你们能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究竟神奇的汉字第二季的总冠军 会是谁呢 上微博参与神奇的汉字节目讨论 边看边聊 一起来解读汉字的神奇与魅力 下载作业帮直播课 抢报神奇的汉字同款课程 一切答案都在神奇的汉字第二季总决赛 李浩元等着 我相信你一天一来 大有千块 放开数卷一来千年过出青春 可让河 不自离三横念作丸 二冬禅 五月虎 草头成了花 张老虎 兔兔 有风云 老虎 八卦